大家现在收看的是响点就点频道 点点今天事 我是何平 刚刚到家 刚刚到一杯热茶 就要跟大家点点今天事 可见我们的这个节目有多粗糙多匆忙 但是也有的网友这些年一直在收看 点点今天事 说喜欢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这种随意性 随机性 有时候还不小心 还得出几个有趣的结论 有时候还能够找出一些有趣的思路 但是即算是这样 我还是跟大家抱歉 由于这个节目的过度的匆忙 尤其在我有时候的情况之下 我的知识的缺陷 记忆的食物 有时候还是非常的疲倦 造成的食物是非常之多 所以一旦发现食物 只要网友们跟我指证 我就会老老实实的跟大家进行检讨和纠正 其实昨天晚上就犯了好几个错误 其实昨天我跟大家讲 节目到了好部分阶段的时候 我实际上已经很难以做下去了 其实之前的节目也出现这种情况 已经不太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但是看到大家的问题 我又要回答 当节目做完以后 我爸就倒在床上 就这么睡着了 时间都根本来不及 打开什么电视啊 或者是洗个脸啊 都来不及了 就是那一瞬间 好像就要倒下去 趴着睡觉了 以前我也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脾倦 真是随便就可以睡着了 我记得更有趣的是我在东京 有一次我在东京 在东京 坐在地铁里面 居然拿着那个扶手睡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台湾 到香港 到东京的时候 没日没夜的跟朋友们聊天 没日没夜 聊天喝酒 那个时候在二十多岁 虽然身体挺好的 但是太长时间没有休息了 所以在东京的弟弟里面 拉着扶手 也睡着了 睡着了 然后有朋友 去接我的接飞机 也是在路上睡着 后来送我到机场 我也是睡着 坐着巴士 坐着地铁 在东京也是睡着 那个时候 有清晨的本钱 消耗自己的身体 现在没有那么多的本钱了 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很糟糕很糟糕 昨天我就出了好几个插座 网友们当然知道 有时候是我的口误 比如说 讲到六多币的增值 六多币增值的问题 明明是百分之一百三十 或者百分之一百二十 或者是百分之一百多少 把它讲成一百多倍 真的是 耳朵臣 谢谢打赏 谢谢打赏 有人说 当然网友们知道我是口误 说我说出了心中的梦想 希望六多币有一天就会变成一百倍 当然如果你要说是我的梦想 一百倍还是太少了一点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的提供的情况来看 那么它不是一般的私募 也不是一般的草币的项目 是带着我们很多的理想 很多的心愿 而且是有这么多人 现在利用这种区块链的这样一种先进的技术驱动 让大家聚合在一起 那么有一号跟我们的六多博弈系统聚合在一起 跟我们的华尔街电视 跟我们的明镜电视聚合在一起 它会形成一个媒体的一个生态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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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赏 谢谢 大赏 所以我们的六多系统 如果有这么多人的参与 一百倍或者是一千倍 对我来讲 那不是仅仅是梦想 我就认为应该能够实现 只不过是现在很多的事情还刚刚开头 刚刚开头 从9月3号到现在没有多少天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 谢谢 威风 谢谢 威风 威风好久不见了 但是经常看到你在东京的生活很幸福 很为你高兴 希望下一次到日本的时候 能够请你吃饭 为什么我请你吃饭呢 我讲错了 其实也是应该的 因为你大赏这么多嘛 不过更欢迎你到纽约来 好久不见 欢迎你到纽约来 我们的朋友 全世界的朋友 欢迎你们到纽约来 到我们的摄影棚看一看 见见我们的主播们 我们的工作人员 看看我们的摄影棚 在讲到错误的时候 昨天还有一个错误 就是成语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最不喜欢成语 我不喜欢成语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原因就是成语 它是古往今来 形成的 约定俗称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那么古往今来以后 它这个历史太悠久了 它这个内涵太丰富了 所以以至于成语 它怎么表达都可以 有上我自己也不自觉的 觉得这个成语表达可以 但是我更多的时候 还是觉得写文章也好 讲话也好 少用形容词 少用这个成语 因为它不那么精确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谢谢杨天先生 杨天先生天天打赏 天天打赏 可能它是压抑得太久 说很长时间没有打赏 我的手机开通了以后 就天天打赏 没想到真是这个样子 但是天天有一点太过分了 一个星期一次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万一希望天天 那我当然是更加高兴 那么这个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我的知识有限 这个取决量有限 你用成语的时候 有时候用错了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用 像今天 就是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底词的电计人 六多的电计人 他就跟我来一封信 老何啊 我觉得你用词上有一个小瑕疵 你总说情也何堪 但是我认为应该是情何以堪 我查了一下北斗 情也何堪也是一个说法 但是意思呢 跟情何以堪呢 还是有所不同 从你对上下文看呢 情何以堪应该是更贴切 也更长硬 然后后面是客气自己的话 什么文字修养不生啊 如有不得之处啊 这个哥们太客气了 确确实实实 是我不行 其实是 你要跟我这么纠正 我下次可能又搞错了 有时候我的记忆力 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巨大的缺失 我自己也讲不清楚什么 什么原因 从小就是这样 有一些事情 别人觉得我是达到一种 什么 见目不忘啊 自由忘了 就是说 你非常复杂的事情 正分交错的事情 我瞄一眼 你跟我讲一次 我可能就全部记住了 别人不可思议 但是很多很简单的事情 我就记不住 我就记不住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手机 家里还有电话号码 我在一个地方住了一年 每一次跟朋友讲 我家里电话号码的时候 我都要把本子翻出来 有时候有些记忆是 人类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今天杂事件很多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六多博弈系统 六多博弈系统 要在8号开通 按照时间来讲 今天已经是7号了 明天就是8号 博弈系统 大家使用的时候 会发现非常简单 简单到了 你随意参加一个民调差不多的地步 网上民调参加的地步 但实际上和后面的逻辑关系 还是比较复杂 另外一个通过程序 来实现这个逻辑关系 博弈关系也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们技术人员经过测试 已经把前台和后台都建立得差不多 但我们还是在 还只是把最主要的几个项目建立起来 最主要的 首先是简单的博弈 然后是简单的说明 然后一个简单的封面 但是实际上后面 不要说升级 最基本的东西还没有完成 比如说我们想点就点 想点就点的会员 想点就点的打赏者 甚至你给想点就点提意见 你只要把网址 或者是相应的资料发给我们 我们就会奖励给你六道博弈币 然后你就会参加六道博弈 六道博弈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博弈系统 经济 政治 科技 文化 艺术 体育 通通都可以 比如说下个月 不是下个月 我们来个最近的 9月13号 美国的消费指数 通货膨胀 到底是多少 这个几天以后就会实现 我们试一试 这样一个博弈实际上是显示出来了 你对美国的经济掌握的程度 比如说今年中国的GDP 谢谢灰鱼先生 谢谢灰鱼先生 有机会去纽约请老何喝咖啡 挺好的 我们办公室有咖啡 免费的 外面喝咖啡有点贵 四块钱杯 五块钱杯 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咖啡弄得这么贵 而且我们办公室周围的咖啡店已经有十几家 谢谢王先生 谢谢王先生 谢谢他们王 谢谢谢谢 那么我们这个六度博弈 实际上是一个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对很多具体的事情 大家公众的事情 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参与 你参与以后才发现 你会对这个事情的认知的程度 会更生一些 未来我们的博弈系统的下面 会有相应的资料提供给大家 大家可以参与的资料更多 不过这些东西程序上都要设计 但是首先 哪些人可以引到博弈币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底纸电机人 我总是希望这批人赶紧拉到 今天我们六度的电机人 已经拉到了一部分的空投币 什么叫空投币呢 就是回赠给大家 只要在不影响币值的前天之下 不影响整个生态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电机人 应该会不断地得到我们回赠的 送送的一些心意 今天六度币很多人说到了 根据一定的逻辑关系 或者是比较关系 然后来发放这种六度币 那么很多人回头还感谢我们的团队 感谢老何 其实这个大家太客气了 大家知道 就是一纸那么简单的粗造的白皮书 居然让大家真金白银的投了那么多资金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报 就能够表现我的心意 一辈子 如果我们这个项目最终成功了 这就是一辈子最重要的恩情 一辈子最重要的记忆 但是这个事情也是我们一起来探讨 一起来寻找的一个 看能不能对现在人类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错误的信息的误导 我们能有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纠篇的作用 那么我们要一起来努力 包括我们博弈的话题 都希望大家提出来 而且呢 政治话题我们当然也不回避 我们并不害怕博弈政治的话题 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非常广泛 尤其是经济 体育文娱很多方面 跟生活 跟改善我们生活的很多的话题 应该更多的成为我们主要博弈的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除了给我们的抵制定计人 相当数量的博弈币以外 那么你到参加我们博弈系统的人 基本上都是人手有份 人手有份 然后你呢成为想点就点会员的人 成为想点就点打赏的人 成为想点就点频道的订阅者 你都有可能会得到六度博弈币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人家的人们的任何的行为 都应该有价值赋予它 这就是我们多方面开始的一个起点 但是有些功能需要慢慢一步一步完成 到几个月之后慢慢会发现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 但是从最简单开始 越简单越好 这是我跟他们的要求 六度博弈系统 明天早上起来 或者是明天上午 大家就是会慢慢看到这个系统 但是你怎么参与呢 你手里需要有六度币 只有把这个网上新开通 然后呢 才会大家领到六度博弈币 领到博弈币之后 我们这里就有话题 但是话题应该怎么去测试 明天继续会提供一些 基本上的一些指引和帮助 我们会在六度的电报群里面也公布 希望大家继续注意 今天我刚刚很晚的回来 其实是今天下午到办公室 就是有一些新的工作新的计划 比如说 我们的明察就好 就由原来的 在幕后的讲话的节目 变成一个提前 变成一个提前 他说老板你看来怎么样 我一看 我就给他写了这个字 从江开始 哪个江啊 从江话开始 看起来傻傻的 然后慢慢开始 比较自愈 比较自愈 其实每个人做这个媒体 尤其是做电视媒体 都有这么一个 开始不太自然 慢慢就开始自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二月的明察秋后的节目 他也希望不断的改版 让这个节目更有亲切感 更有现实感 更有画面感 那么跟二月谈了以后 后来就来了一位年轻人 年轻人就是我早几天跟大家讲的 哦对对对 今天先上去的时候 看到我们李奇博士 已经休假归来 休假归来 那么他说 最快的话 明天可能会恢复华外交论坛 然后呢 四点钟几点钟的时候 然后我们办公室就来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呢 就是00号 其实我一直试图在前早00号的人 那00号的人呢 我认识很多 他们在很多方面呢 确实有他们聪明的地方 但是要能够 使你做一个电视的媒体 或者说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思想 这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找 你就想一想 今年在2022年 2000年出生的人 现在多大啊 对吧 现在21岁 21岁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年轻人 要到明镜的平台里面做节目 那当然是有他的难度 有他的难度 但是今天我碰到的这位年轻人 为了做节目 做不做节目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是呢 我说李奇博士 跟他访问一次 本来说我也参与一起访问 为什么呢 因为他15岁的时候 就看明镜的东西 看我的东西 看我们的节目也好 看之前的我们的书看也好 那么呢 对我们是有一份熟悉的感觉 那么我为什么觉得 今天早几年说我有个心思呢 就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年轻孩子 而且长得很英俊很高大 原来又是在美国的一个名校里面 读本科 好像是本科二年级还几年去 原来读的是政治学 而且是一个大名鼎鼎的 某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的 是学生还不是学生 好像这是听他的课吧 不过他的老师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叫福山 也可以说不是他的老师 只是跟他上上课而已 今天我们聊天聊到刚才四点钟 聊到八点多钟 路上开车到现在回来 我才刚刚跟大家做这个节目 那么这个一个00号 他给我的一个最深的印象 我最高兴的事情 还不在于他有很多的知识 他很敏感 很聪明 更重要的是他的包容力 更重要的是对很多事情的 在这种拉拥的程度 所谓拉拥的程度 就是那种 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比如说某个媒体 比如说某个政治人物 比如说某个政治世界 比如说某个文章 或者某一个世界 你都会感觉出来 他的思考力 他的这种包容力和感觉 跟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疲惫 完全不相疲惫 完全不相疲惫 听说他的时候 他小学的时候 他就写文章 写文章都不该告诉大家 他是中学生 所以居然在美国的 一些刊物上面 大刊物大报纸上发表文章 人家并不知道他是个中学生 人家并不知道他是个中学生 当然他现在是个大学生 大学生 聊到中美关系 聊到中国的问题 聊到澳洲的问题 我发现他 因为这些年对我来讲 非常困惑的一点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80年代以来 我认识那么多的朋友 很多人是教授 很多人是学者 很多人是某些领域的领先者 我是深受这批人的影响 读了很多书 看了很多文章 也参加了很多活动 才走向对西方的民主和自由 很崇尚的这么一个道路 最终也是因此 到了西方 但是我就发现 这些年 这些朋友我尊敬的兄长 尊敬的这些大姐 很多人为人 当然没有产生多大的变化 好人还是好人 坏人还是坏人 多数在我眼里 所以他们品质没有问题 人家很好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突然之间跟我又产生巨大的不同 对吧 我就经常迷惑 是我错了 是他们错了 对吧 那么这个造成我很大的心理的困扰 甚至有时候还有一点明明乎乎的感觉 但是你跟年轻人之后 感觉他不仅是个亲信之风 而且他能够对这个事情有一些穿透力 你比如说讲到民族主义 他就讲到 他说民族主义和中国和俄罗斯是很大的不同的 他说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是他们现在不行了 所以他们想念自己历史上辉煌的那种历史 这种民族主义 而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他就不同 中国的民族主义老是感觉到 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他说这个民族主义是反映很大的不同 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社交媒体 对这个社交媒体的感觉跟大家一样 都认为了这个社交媒体可以改变世界 这个社交媒体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 但是结果呢 到了现在他已经不相信了 但是他那些老师 他那些朋友 还相信 就非常有意思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学者 写的一本书 写的一本英文书 他就说 他那个书写的都很对 谢谢金山先生 谢谢金山先生 谢谢大赏 这个写的都很对 但是问题是 他那个理论是建立在自我定义的基础之上 他自己定义一个定义 然后我们就巴巴巴巴巴巴 支持这个定义 那你这种东西 那怎么叫思辨呢 而不仅是个思辨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你怎么能真正把握 这个现实的政治 对吧 他随便还聊到一些书 我们随便聊到一书 想到美国的选举政治啊 美国的川普啊 他就讲到 他说福山老师 写这本书里面 叫《历史的癥结》吧 那个里面就大讲 大家 以民主和自由 解决社会上的很多的问题 民策的分子 不会去走向政治的道路 不会去破坏政治 因为大家都去搞艺术去啦 搞文学去啦 或者是做生意去啦 他那个书里面特别还指明说 川普 因为川普这样的民主分子 他就不会去搞政治啊 他会到大乡赌城啊 对不对 事实上大家知道 川普不但搞了政治 而且搞了 当了美国的总统 而且对美国的政治 今天还有巨大的影响 所以随便聊到很多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 年轻的一代人里面 你不是说他对和错的问题 而是说他展现出来的思想的宽度 展现出来的聊天的 你就会看到 他是在思考 他是在想象 他是在试图来面对这些问题 讲到很多美国人人事 因为他在美国长大的嘛 那么很好玩 我就说本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节目 聊天啊 其他事情 也就没有来得及做节目 我希望李奇博士 可能不能跟他做一个连线 如果做的连线做到效果好 大家喜欢 也许我们就可以邀请这些年轻人 为了慢慢成为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因为他们到处旅行 到处去见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看很多书 他们要跟年轻人接触很多 对社会的事情敏感的程度 比我们要强很多 这些东西都需要跟六多价值系统建立之后 我们一步一步地把好的节目 能够一步一步推送出来 谢谢明哲先生 当然我们今天也讲到台湾的问题 他也去过台湾讲到两岸的问题 不过呢 我今天有一个事情 我应该昨天前天就讲的 叫漏讲了 讲什么呢 好像昨天就应该讲的 就是蔡英文总统 还有赖清德副总统 还有台湾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对四川的地震 表示了慰问 我认为这个非常好 这是台湾领导人 举动地向大陆展现善意的一个方式 这一直是我希望发生的事情 不管这个事情 两岸最终往哪个方向走 不管是统一和独立 真正的多么厉害 台湾和大陆就是隔海相望 两个地方的人 不应该天天那么敌对 不应该天天那么仇视 所以我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 经常用侮辱性的词来形容台湾 我心里很不舒服 因为我跟台湾人打交道非常之多 我去台湾很多次 台湾这个地方有没有缺点 当然跟全世界世界每个地方一样的 缺点毛病也不少 但是整体来讲 老百姓的善良 老百姓的友善 在很多地方走过去 我认为台湾是最好的地方之一 但是台湾从一个威权政治 抱歉 走向民主政治之后 原来被压制的一些问题 现在确实有劣质化的方式 比如说选举政治里面的问题 比如说台湾的媒体的这些问题 甚至台湾的年轻人被媒体误导得非常严重 台湾的年轻人 那么在现在的这种舒适的房间中间 对自己现在所去的可能性的危机认识不足 所以很多的政治表态 你都可以发现集情有余 集情有余 理性确实不足 这是我对台湾可以说很单约的地方 但是我毕竟生活在海外 不是生活在中国大陆 也不是生活在台湾 所以有时候对台湾本身的一些事情 其实感受还不够深 因为感受不够深 所以我也来对台湾的事情批评比较少 如果我生活在台湾 可能批评的东西多了一点 我批评的东西多一些 所以到了海外讲老实话 对中国大陆也好 对台湾也好 很多的事情就缺乏一种 用一个词叫什么 不能用不能用 那个词是不是成语啊 感同身受是对的吗 就是说没有那种现实的感觉 但是我不管怎么样 我盼望 我心里面期待 两岸关系不管统一还是独立 不能走向战争 不能走向敌对 不能走向互相的伤害 但是现在的媒体上称之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激进的声音 偏颇的声音 我今天看到黄兆平先生 访问李希敏上将 李希敏是当过台湾国军的舰长 也当过台湾的海军总司令 也当过台湾国防部的军政次长 也当过台湾的参谋总党 就是总参谋长 类似于中国大陆之前的总参谋长 也就是台湾的军队最高的军阶 就是台湾最熟悉军事指令系统的一个将军 台湾的将军 台湾的其他人 如果我们平常看电视也好 人生结束也好 它跟中国大陆或者美国相比 它更多的是一份谦和 更多的是一个谦卑 所以你看在整个节目中间 你看到这么一个堂堂的上将 讲话就跟文人一样的 我跟台湾的将军 结束也有一些 在上个世纪 1990年还是91年 我绝体忘记了 我有一次到台湾 有人来车接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来车接什么呢 说今天蒋伟国将军 能不能请你去 跟大家聊一聊 聊一聊 然后我当然 受蠢肉惊了 蒋伟国将军我是见过的 我在多伦多的时候 讨论人家有一次访问 多伦多 虽然大家在一起聚一吃吃饭 但是更多的看到的是 蒋伟国将军的风采 那种风采 像我这样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 能够看到一个 华人的名人 那么风趣 那么幽默 得到大家那么多的 这种欢呼 我还是非常感动的 那么这一次 人家说 蒋伟国将军请我去 我当然受蠢肉惊 去了以后再吓一跳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讲台上 它不是一个茶碗会 它是一个演讲场所 然后上面写的那个牌子 叫和平教授 我觉得这个是天大的误会了 我在二十多岁 我怎么是教授呢 但是人家这么写的 你拿着上去旁边说 我不是教授 我是没有力量的人 没有地位的人 没有影响的人 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很熟悉也算了 但是你说蒋伟国将军 人家是上将 而且旁边还做了另外一个将军 另外一个将军是孙长治将军 孙长治将军 好像是 他是几级上将 也是上将 他都应该当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 所以等于是 两位上将 一左一右 我坐在中间 来讲这个东西 二十多岁 好在我呢 下面的人基本上 少将 一大堆 校官我不知道 将官是一大堆 我当年那个时候 讲的两岸关系 我已经忘记了自己胡说八道什么 以后来我慢慢了解的两岸关系 我相信我当年 讲的肯定是乱讲 而且是主观色彩很重的 很幼稚的乱讲 现在想起来我喊得出来了 喊得出来了 江武郭先生后来送我什么礼品 什么东西 他们给我一本相册 一本相册 就是陪我演讲啊 江武郭将军在旁边 甚至这种场景 我不知道人到哪去了 哪一天早出来跟大家 熏耀一下 回到讲的理解 明将军 我刚刚看了杨天先生的评价 说是他看到最近几个月以来 关于台海两岸局势 讲到最好的节目之一 最好的节目之一 他说没有之一 没有节目之一 他有很好的评价 发表在推特上面 有网友把它转载在六多的这么一个平台 六多的电报群 我又开始有点晕了 把这个窗户打开了 昨天可能是窗户打开不够 前面很闷 再加上很疲劳 造成有一点脑子空洞的这么一个感觉 今天我也不能讲得太长 昨天有人说你讲得太短了 不顾影 但是你想一想 我已经工作了十几个小时了 而且有很多时间 是跟大家的聊天 根本没有任何时间来准备 然后就跟大家商量这么看 真的有时候是有一点混乱 但是不管怎么样 李显明将军 他讲台海的事情 就认为了台海要形成自己的组合力量 你不能只是靠美国 因为你跟乌克兰情况不一样 你是个海岛之地 你必须呢 虽然一方面你必须谈 你必须进入沟通管道 你最糟糕的关系也应该沟通 以免误判 以免出大的问题 他说中美关系 你还闹得那么厉害 好像两个国家要怎么怎么样 但实际上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进行沟通 法兰总统不是昨天讲了吗 加林的会议习主席去 他就会跟习主席会谈 现在澳大利亚总理也要准备跟习主席会谈 那么普京 普京总统 也是要在就是下个星期 他们进行会谈 这个当今世界的很多的关系 如果你了解得比较仔细一点 你就发现媒体 和真实的世界 给你的 对事情的把握是很大的不同 如果你是看看那个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都是搞激动人心的事 他不激动 他要给你激动一下 但是现实之后 没那么激动人心 但是他需要有一些最基础性的工作去做 你还要关系 你要说是跟中国大陆和谈 马上就有人说你是台阶 那你说美国就不跟中国谈了 不是美艰吗 这李协民将军说你高通是必要的 但是你不要以为你高通 就能够解决两岸问题 两岸问题还是有实力 你的实力足够强 你就会对自己的利益 有更大的保护 这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既要这样又要这样 还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用词 其实李协民将军也是一样的 而且李协民将军讲得很对啊 他在2020 1995年96年的时候 27年以前 他是国防部的一个战略规划司的司长 战略规划司 就是很厉害的角色 那个时候他很年轻 27年前 在台海危机的时候他很放心 他觉得 国军有足够的力量去威慑共军 而且美国航空母航一来 共军就夹着尾巴回家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一次你看看没有 共军搞了这么大的演习 又是封台 又是跨越红线 又是这个那个 但是你看美军没有来 美军不但没有来 而且呢 本来要进行的 民兵几号 什么导弹演习 对吧 也停止了 某一些极度的军事行为 也停止了 原因在什么地方 美国希望这个事情降温 并不是像别人讲的 2027年共军有能力攻到台湾 那就只有几年时间了 赶紧把中共打趴下 海外也好 有很多的想法 希望美国能够解决中国民主化问题 能够解决共产党问题 能够解决习近平问题 能够帮助中华民国台湾 能够解决保护台湾的问题 这些事情呢 不客气地讲 不用一个贬义词吧 用一个中性词 这些东西 确确实实 跟现实相差太遥远 我早一段时间在推特里面写 我说 你这个美国和日本加在一起 你还没办法去对付中国啊 你在台湾方面 你哪里有这个力量啊 怎么可能啊 什么叫怎么可能啊 什么叫什么 你以为今天的共军 还是27年的共军 对吧 不要说27年 10年15年 中国的军力发展的变化 速度之快 提升之快 不可想象啊 今天的中共的海军 在全世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啊 虽然它的总阵位 没有美国那么高 但是它的军舰的数量 已经超过美国了 中国的空军 对吧 有几架飞机能飞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它的军舰的数量 就是实际上最顶尖的之一啊 就是实际上最顶尖的之一啊 对不对 导弹的部队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 但是第三没问题吧 是不是 陆军 对吧 而且我昨天跟大家讲 中国的经济的力量 那么在全世界排第二 但是它是第三第四第五的总和还要多啊 其实中国的军会也是这样的 中国军力的发展 也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 不是第二位 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 你加在一起还要多啊 中国 这是一个现实 如果你这个现实 都不了解的话 不掌握的话 你再分析台海问题 分析中美问题 分析中国和世界关系 分析美国和世界关系 对吧 这个 你 你这完全是想方 想 想当然的一些事情 对吧 你 你有了这些数据的掌握 你就会发现 把中国放在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版图里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中国的优势在哪些地方 当然中国的劣势 大家知道很清楚 我也不反对大家对中国劣势的这种评价 但是呢 它是个中复国力 它是个整体的国力 中国我今天跟这个 小年轻人聊天 我就讲到 中国的外交是两个层面的 一个层面是大家看到很不堪的 这些层面 令人恶心的 什么战狼啊 这种痞子的这些女人 但是呢 这个不是中国外交的真正的本质 中国的外交的本质 它是由很多实实在在的行为走成的 它是由它的实力走成的 它的真理的原则 不仅是不介入到别国的内政中间 它也不是真实在全世界与人为敌啊 它也没有因为意识形态 去把西方当成它的敌人啊 它也没有因为中美之间的 某一种竞争关系 它就把美国一定变成一个敌人了 它还是在想尽办法 跟美国搞好关系啊 想尽办法跟欧洲搞好关系啊 更不用说跟非洲 跟美洲 跟亚洲 跟大洋洲 在很多国家它都能够想搞好关系 事实上很多关系 比大家想象的要好很多 但是有些事情 你如果不把它量化 你不把它具体化 你不把它放在一个框架里面去思考 你是不是大方面讲 中国外交四面楚歌 谢谢老田 老田是准备过苦日子 昨天过了苦日子我就吃惊 今天又日子更苦 打赏金额 他有所下降 有所下降 我觉得这不是根本意 根本的原因是 老田心里有鬼 为什么有鬼啊 因为他早几天给老河打赏 对吧 399块 这个钱 对我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对于 还有一些更是天文数字 但是399块 打赏 那证明老田 是在洗钱 对吧 399块 洗钱 对吧 人家希望洗了多少碗 他不去管他 但是他就大方给老河洗钱 哎呀我都笑不出来 笑得不出来 这些人的响声力 这么丰富 这么丰富 但是呢 这样一种想法 还是有力的打击了 老田的热情 所以他的打赏今天就变成了 4.99块 降了多少 昨天还在19.99了 今天就变成4.99 你说摇年没有作用吗 摇年还是有作用的 对吧 摇年还是有他的力量 否则的话怎么那么多人造谣啊 对不对 怎么那么多人相信摇年啊 兄们老田想一想 你是上了什么责权 上了什么当 被人什么什么欺骗了 又被老田老河看缺了 那你就 既然看缺了 你就在拆几点的方式把他堵住嘛 对吧 就不缺了嘛 4块9块9不够够用啊 你不是说4块9块9 我都感激不尽 知道吧 只是399块钱 对我来讲是个天文数字 你知道老田为什么打399块钱吗 我坦白跟大家讲 他们今天宰了我一刀啊 为什么 所以这个小孩啊 年轻人啊 长得又高大 对吧 然后呢 又还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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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赶过来 对不对 然后人家还坐地铁 坐坐坐坐 还要坐 坐坐 有没有坐飞机 我没问他 坐火车啊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对吧 能够来聊天 肯定要请人家吃顿饭 结果我在餐桌上就告诉他 我说我喜欢商人 你知道吗 我不喜欢你们这些学者和文化人 我说我很少跟商人吃饭 商人不满蛋蛋 我跟商人吃饭 还有一个好就是 商人往往都是思想很开口 谈什么都可以 只要这个事情有趣 谈什么都可以 只要这个事情有兴趣量 对吧 而且商人能够对人友善的程度 我认为比文化人高 我今天就讲到中国文化人的傲骨 这种傲骨就是 你请他吃了饭 他觉得呢 你有问题 这就是傲骨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种居高临下 这就是一种道德高于一切 是不是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 我小心翼翼的逃出钱 请一批人吃早饭 吃早饭 别人就说 那肯定是有人叫你来请我们吃饭的吗 否则的话你怎么能请我们吃饭呢 我知道你钱在哪里来的 从此以后我都不敢请这些文化大师们吃饭了 大大地伤害了我集结性气的老天 也变成这么一个上当受骗的人了 我今天就跟这个年轻人说 你看 我今天请你吃饭 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多好 结果你是个学者 年轻的学者 他说 我以后去做生意 挣了钱以后 我把整个的饭店全部包下来 我把每一个桌子都点满菜 来回报人家今天请的这顿饭 对吧 今天我不跟你说 早今天我不是讲我要心思吗 就是这个心思我就知道我会被尼泉折一刀 所以老天听懂我那个话了 所以他就打赏了399块 对吧 然后呢今天没有到399块 我不敢请的那么贵 但是呢 老天的399块 确实足够我请尼泉吃这顿饭 当然我认为很值得 很值得 好了 现在的这个蔡英文总统 向大陆展示善意 李显明上将说 你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要从军事上靠美国和靠日本都不可能 准备参战啊 没对付啊 这个碰到太正确了 第一 美国现在真的还愿意去打一场 类似于阿富汗伊拉开元来那种战争吗 对不对 第二 你即算是愿意来打 你跑到台湾海峡 对吧 美国和日本加在一起都打不过中国 这是常识啊 对不对 有的人就是觉得 哎呀你这种讲话把美军太淡婚不回事了 你把共军看得太厉害了 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这种东西 你愿意跟这些朋友讨论问题吗 你没办法讨论下去啊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军力在过去二十多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啊 对吧 我对共军批评很多啊 对不对 人家发射娱乐的时候 发完以后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要派全选员去前走 对不对 这我不跟大家讲过吗 空军和海军和陆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他们叫合成军事演习 立体军事演习 但是事实上是 海军表演完了以后 就跟空军打电话说 我们表演完了 你们接着来吧 空军表演完了以后再打电话 跟陆军 我们表演完了 你们再来吧 然后报纸和灯的是合成军事演习 这种规矩的东西多了去了 军队的腐败 军队的问题 对吧 我们多少都是了解的 但是你不要把你的了解 但是今天来说 今天中国共军的情况就是 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要帮助别的国家发展 要帮助国家的力量起来 我也同意 我虽然是美国 支持美国 站在美国的立场看很多问题 我同时也是在中国生活过 中国有我那么多的亲朋好友 我是喜欢中国好 但是我也喜欢美国好 但是我发现美国这个病 和中国这个病 光是在两个国家的身上治 是未必治得好 有时候就要第三者 那美国为什么 二战之后 那么得到高速的发展 除了美国自己的创新 美国人的情分 还有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有苏联嘛 苏联的压力之下 美国就不一样了 那我哪一天来展示一下 中美竞争的必要性 它的可行性和它的美好性 哪天跟大家来讲一讲 今天我是跟这个年生讲了一点 以后我跟大家讲一点 但是我今天简单地讲 就是说 怎么去治好中国的病 怎么去治好美国的病 那美国的病是什么呢 焦虑啊 你这个中国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居然发生成今天这个样子 焦虑啊 不知道你这个军队要瞎搞什么 不知道你这个国家的大外宣要搞什么 不知道你这个战狼要搞什么 而它很焦虑 焦虑得一塌糊涂 那中国呢 傲慢得一塌糊涂 觉得自己手的现金比你美国多 觉得我的基金是世界上最好的 觉得我的人口怎么样 我的消费市场怎么样 我跟全世界关系怎么样 我搞定了中南美洲 我搞定了巴尔干 我搞定了亚洲 我搞定了非洲 我搞定了大洋洲 等等等等 我们中国人的自豪感 是前所未有的膨胀 这也是一种病 但是你要靠美国治中国的病 可好可以治好一部分 但是不能全部治好 全部治好的方式是从内到外 形成某一种合力 中国某一些事情作杂了 就让中国人感觉到 我们这个体制集中力量半大事情不行 或者说不钱不行 不是那么沉迷于集中力量半大事情 另一方面呢 别的国家开始分割你的市场 最近我看到 好多消息 就是印度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 我高兴得不得了啊 因为在印度和英国之间 我现在对印度影响好多了 这个因为我觉得印度是朝气蓬勃 印度是能够利用世界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能够找到它自己的最佳位置 虽然自己印度也存在很多问题 但是不像英国这个样子 英国这世界明明是个小国吧 它还有雄心 小国没有问题啊 你说北欧那些小国 有几个人不想去啊 有几个人不赞扬北欧的身后水准呢 你英国 以英国的底子和能力 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比北欧更好的国家 它有这个底子 有这个能力 它有这个人才 但是问题是 如果人家扮演一个 还是像你大英帝国那种感觉时候的英国 你是大错特错 时代完全不同了 时代完全不同了 不要说你英国就是美国 又能够做到冷战之前那个样子 很难啊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讲 中国的傲慢 中国的狂妄 确实也令人厌恶 如果这个时候 印度不仅是超过中国 超过英国 而且要赶过中国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什么 因为有了一个强大的印度 让西方就不至于那么焦虑 你看看 对吧 既然有了一个中国让我们焦虑 再来一个印度让我们焦虑 就没有必要了 对不对 人有时候是这样 到这种程度 换一个焦虑的姿态 可能焦虑的感觉是不同 还有一个是 有了印度的经济崛起 平衡中国很有好处 对吧 亚洲的平衡也好 两国之间的平衡也好 其实对中国也有好处 对吧 中国就是过了太多的苦日子 一旦有了钱 爆发服心态实在太严重 现在有一个爆发服比他更有钱 他心里就可能平静一点 这个时候他就慢慢会变成贵族 对不对 那么印度现在不仅是在经济总量上面超过了英国 他今天我看哪个媒体报道 对吧 我们一个网友提出来了 就是讲印度要大量的补助外资企业 能够增加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我一看到这个消息 哇 非常好 为什么 为什么非常好啊 因为很多的天真的人士 那么鼓吹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是靠市场经济发展 这个从本质上来讲没有错 市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但是一个国家的政略 一个国家整体国内的提升 需要的是政府的力量 对这一点 八十年代以来的很多人不太了解 或者说他们还是坚持认为市场经济怎么怎么样 看不见的手 看来见的手 给你一套一套的 他们就不是想一想 美国之所以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因为都是路克菲罗啊 这边摩根啊 或者是卡内基亚 这些全部搞成了 他们当然是很重要的贡献 美国到现在为止 市场经济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里面关键性的作用 基础性的作用 战略性的作用 还是国家 还是国家 美国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 有几个人知道啊 美国没有那些大型的基本建设 美国怎么有可能有后来的经济 这么大规模化的发展 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啊 对吧 靠的就是政府的资助 政府政府的支撑 不仅是法律 不仅是环境 那就是现金的 同学啊 你看迪特利那些企业 汽车 那么美国联邦政府谁敢不用啊 我就没有发现联邦政府用别的国家的汽车 这不是贸易保护主义吗 这不是补贴吗 不用公司的订单 美国企业的订单 多少不是美国政府投的钱 所以我们到了今天 看待市场经济 看待计划经济 看待政府的力量 应该更多的评伤心去理解它 了解它 不要再拿一些市场的ABC 来进行这个讨论 那就没办法深入讨论下去了嘛 政府的力量在哪些方面是有利的 有必要的 但是政府的力量 不至于让一个生态 真正的健康化 真正的健康化还必须要市场经济 那么这就是你去把问题 理顺了 理通了 你不要塑造一个神话出来 就认为市场经济 才是让国家力量增长的 最重要的力量 或者是唯一的力量 国有经济都是糟糕的 国有补贴都是不对的 那补贴呢 那多了去了 我在两年以前跟大家讲的时候 还有几个人相信呢 那早一段时间通过芯片法案 通过这个法案那个法案 大家都明白了吗 政府补贴企业 政府来为某个行业提供基础支持 那美国就是长期进行的事情 没有这些事情 国家的整体的经济力量 有时候就会卡到一个层次 为什么 因为市场经济往往来讲 它是比较 不能说水木寸光 它是比较短时一点 它可能五年十年可以 但是有一些国家的基础工程 它就是要长期化呀 而且它也不能让它不挣钱 它也能撑得住啊 中国的高铁 中国的高铁你真的要卖了个车票 牛年马月才烦得来呀 但是笨蛋 这是高铁的真正的经济啊 高铁的这个经济是整个区域经济 整个交通经济 它所形成的 人与人生的流动 物流之间的流动 所形成的整体的经济生态圈 所以你看你怎么上账吗 有时候的账就是送到国家 不论有时候国家才有这个力量来支撑 这个经济的体系 那么这些东西去了解 第二些东西去理解 我们对美国的经济 对中国的经济 对世界的经济 才有一种更真切的认识 不要那么书带子 书带子的问题不是 它读多了书 它是书读错了 或者读反了 或者只读了一本书 或者只读了千年 有些书好奇更好看 有些书看了这本还不行 你只有看了这一本 才知道这本书的价值 或者是它的错误 或者贵根价值说 你要真的讲到读书的话 只要有人说我读了很多书 你基本就知道这个人读书不多 因为真的书读到一定程度以后 就不会讲自己读了很多书的 因为书这个东西是 越读越空书 对不对 没有一个人读了几本书 自我满足的 那不是真正的读书 明天是星期四了 明天星期四的话无想不是有事 节目要推迟到星期五 然后怎么样 今天的点点今天事 已经点了60分钟了 时间够长的了 确实形势不好 北京小王的都降薪了 确实 现在如果疫情这个事情 再不尽快解决 很多的经济流通 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大家记住 这个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障碍 可以调整的障碍 现在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恶化下去 中央的政策 就必须要做出调整 二十大是一个观看 二十大观看之后 如果还继续是这样的话 那中国今天就完蛋了 至少在今年完蛋了 明年再接着来 所以一般来讲 二十大之后 对清理的东西有一个初步的调整的可能性 谢谢今天 金山的大赏 谢谢 谢谢明哲 好了 今天就这样 明天大家开始 六道博弈系统 从非常简单的东西开始 我们一步一步升级 争取明天后天 大家慢慢就会收到很多的六道博弈 好吗 谢谢大家 再见